阿妹, 阿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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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妹, 阿弟 你來幹甚麼 拉著黃包丁的樣子 不是有甚麼事吧 你平時少去市場 我怕你會被騙 你不是當我是傻子嗎 我第一天在做生意嗎 甚麼好斗壞斗 我分不清了 那你上一次又被騙 你走廢年這麼久的事 還拿出來說 那是事實 阿騫, 我們走 阿騫 阿騫 我是老西關 我有空帶你走 好 你說謊, 麻煩你先打肚稿吧 來到廣東幾天 就說自己是老西關 男人說話, 女人插甚麼口 阿騫, 西關的變化很大了 是呀, 有很多地方 我也不認得了 是呀… 所以呢 阿騫, 這邊有很多東西玩 過來這裡 阿騫, 找我多東西看 我跟你去 這邊, 這邊有很多東西玩 這邊有很多東西 好… 反正今天不用拍照 有很多時間 不如我請你們倆去和平館吃西餐 好, 你真有識貨 和平館是西關最有名的西餐廳 是呀 不要呀 聽說那邊吃飯很貴 幹甚麼不好呀 你不是跟我說過 你很想吃一頓西餐的 你又想知道那些鬼佬吃甚麼 可以吃到這麼高大 這麼威猛 我隨便說一下 你這樣也記得嗎 那當然記得 我們今天去吃西餐 看看那些鬼佬吃甚麼 好不好 阿騫, 你對我也是好 有你的好朋友, 我很有福氣 走吧 你對我夠好 拍了這麼多漂亮的照片 我還沒謝謝你 大家都有朋友 不分給錢 快點去吧, 否則沒空了 是呀… 走吧, 我們待會兒幫你拍多點漂亮的照片 好… 等等… 你又幹甚麼 那些豆子我已經買回來了 阿騫, 你一陣子洋行也沒甚麼做 那我打算做你的向盜 我帶你到處走走 真的嗎?太好了 因為西瓜現在變化太大了 我很想有人讓我到處逛逛 阿騫哥, 你讓我回去拿東西 好… 怎麼會有的 妹妹, 你試一下把肩膀移後一點 移後一點… 對了, 原來我的肩膀移回我這邊 下巴再扯一點 不是這樣 我幫你 我的肩膀移起來 我的肩膀移起來 把肩膀移起來, 扯一點 你不要碰它 為甚麼 你…你也讀過書 你知道甚麼是男女仇仇不襯的 西洋菜你也挺好笑的 現在文國多年了 你那些甚麼陳詞藍調 你怎麼還掛在嘴邊呢 還罵自己說經常跟西洋人打交道 你太封建了 總之我不管甚麼西洋人 甚麼封建 總之你在這個地方 你就遵守這裡的規矩 事代要進步 不要的東西就應該扔掉它 是不是 你知不知道男女仇仇不親 這六個字 字字帶血, 筆筆帶路 多少少女 為了所謂的清白, 精緻 連命都沒有了 是呀… 我小時候在鄉下的時候 都見過女人浮嘴龍, 很淡的 我們現在是談談鵝妹這個問題 你問其他女人來幹甚麼 言下之意, 鵝妹就不是女人了 鵝妹, 你知道嗎 現在男女平等了 女人一樣可以追求自己 想追求的事 做自己想做的事 阿軒, 你說得很對 你跟我說這些 同來沒有人跟我說過 真的嗎 高興甚麼?你聽得懂嗎 我聽不懂 但是我覺得阿軒說的 全部都是對的 鵝妹, 你…自然一點 自然一點 或者你試試把手踏在門上 是, 踏在門上 鵝妹, 那…感覺不是這樣的 你或者譬如 鵝妹, 幻想我是你男朋友 我們因為戰爭的原因 失散了涼地 然後你每天就在門前邊 不斷敲動, 不斷敲動 就在這個時候 我就從這個行口轉出來 你每天期盼著我 突然出現在你的面前 你會怎麼樣? 是 開門通常是抱著她 沒錯…就是這個表情… 保持著 就是這個表情, 好… 阿軒 是 你有沒有女朋友? 她有沒有這樣抱過你? 她還不算是我女朋友 所以說…沒試過 來, 繼續吧 保持剛才那個情緒 是… 看到了…那個就是我, 出現了 是 太好了… 就是要這個表情 我回來了 你不招呼客人 你日光日白發甚麼牛鬥 回來了 怎麼搞的? 你多賣一整天的東西 這麼多嗎? 根本不知道為甚麼 店裡特別小生意 不是小生意這麼簡單吧 是否有人神筆手舍 不誅心做事呢? 我甚麼時候神筆手舍 今天寄的數字 記得清清楚楚, 你自己看 清清楚楚 是嗎? 是嗎? 糟了, 真是寄託了 那不是收託錢嗎? 當然了, 經常想著那個阿軒 神筆手舍 我寄託了 沒有關人家阿軒甚麼事 就是因為他出現了 才搞得你神筆手舍 你根本沒心機做事 我甚麼神筆手舍 我甚麼沒心機做事 你問問鄉問, 蘭姨 我哪有人不是端心看破的 如果我不端心看破的話 我停不了 那就不做了 小妹, 你怎麼這麼大聲 剛才我在街尾都聽到你的聲音了 西洋菜, 你在這裡就對了 阿軒, 我想問問你們的貨買了沒有 幹甚麼?想光顧我們嗎? 阿軒, 你要吃東西的話 不用給錢的, 我請你 不, 我打算把你們有做的貨 全部買了 為甚麼? 因為街坊對我真的太好了 經常幫我做這個做那個 我請他們吃點東西 我覺得應該謝謝他們 不過麻煩你要幫我送 行…可以, 可以 好…給錢, 我送 好… 麻煩你了 好, 不麻煩… 阿軒, 妹妹 我有點東西想送給你 是甚麼 至於是甚麼呢, 你回去自己慢慢拆 我今天走得很累, 回去睡覺了 再見 謝謝 好漂亮 太子爺, 有錢仔 一送我鼻屎這麼大的東西 你暈倒死了 你不孤寒的話 那你送鼻屎這麼多東西給我 又不見你送 你都沒送過東西給我, 怎麼送給你 你是不是男人 哪有人叫女孩子送東西 又說自己學鬼佬 學甚麼紳士, 甚麼風度的樣子 原來甚麼都是假的 做事吧, 不用做 你幫我包好東西, 我送東西給別人 有東西, 真可憐 你看看 阿軒送禮物給你, 這麼開心 對, 我這麼大的女兒 第一次對我這麼好 為甚麼她突然想送香水給你 她那天跟我說 好像我這麼大的女孩子 以為她的香水就像樣子 我只跟她說, 我不要甚麼香水 我只求填飽套就行了 她那時候甚麼都沒說 但想不到今天就送香水給我 你是不是覺得她很體貼, 很細心呢 認識她, 我才知道 原來這個世界上 不是每個人都像我們這樣過日子的 他們可以想很多東西 又可以要很多東西 恩妹 你跟我說, 你是不是喜歡阿軒 不知道, 但是我覺得跟她一同很開心 我越來越覺得 我找的對方應該就像她那樣了 但是你不覺得她們跟我們太不一樣了嗎 你想想, 她家裡又有錢, 又有地位 她們的生活跟我們的生活一定差得太遠了 這些我們也不能想的 不是呀, 阿軒跟我說 每個人都可以對求自己一陣對求的事 她真的這樣跟你說 那你覺得她喜歡不喜歡你 那當然喜歡 要不然她怎麼會對我這麼好 還有, 怎麼會對我說的事 經常記在心裡 這個阿軒 也不知道在這裡害人還是在這裡救人 什麼? 沒事… 女兒, 很可愛 好可愛 我的天啊 她會是一個大小的 女兒 我真的是一個大小的 我得到一個大小的 我和你吃過 是一個大小的